有消息称美团的无威车已经加入了上海的抗疫队伍 受上海疫情的影响 美团在4月2日紧急从北京调来一批无威配送车 4月4日在上海康强路站调试完之后 4月5日便开始为居民配送物资 4月7日美团副总牢丰 更是在上海疫情新微发布会上 特别介绍了这一批无威配送车 这是帮助社区志愿者解决最后的100米配送 据说美团新一代的自动配送车 一次可载150公斤左右的货物 而每个车辆自身配有激光雷达 高清摄像头等26个传感器 以保证自动停止中的安全 在小区里面来回配送也仅需要10分钟的时间 车辆在完成调试之后可按照路线和指量自主停止 这样就可以完成无接触式配送 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员暴露在外的方向 首先美团这次对上海的资源确实值得点赞 而点完赞之后我们必须面对的是 如果无威配送推广开来 那么留给外卖员的就业机会又上下多少呢 其实冷静下来仔细飞洗之后会发现 以上的问题目前来看还不是个问题 虽然美团的无威车看着很高级 可以解决最后的100米配送 但是100米之前的几千米配送还是得需要人来解决 在我看来这次的美团无威车 与酒店里面商场里面的小机器也没啥区别 无非就是体积大了一点 然后多了几个轮子 比平的关键还是在于车子的智能系统 而如果要无威配送彻底取代外卖员和配送员 我个人认为那是黑酒以后的事情 至少是在人们解决汽车的无威驾驶之后的一段时间 而车辆的无威化驾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 无论是特斯拉小鹏还是蔚来 这一阵的自动化驾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族 感谢各位在这听我瞎比比 天都亮了 该送我慢了